在2014年的非法佔領行動之中 香港很多區都出現大規模 非法集結和暴力示威 有關人士所採取的方式、守法 和激烈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 為警隊帶來極大的挑戰 我知道XX隊有不少的成員 都是曾經參與處理非法佔領行動 並且很成功地完成任務 當時警隊是全力支援前線的警務人員 為他們提供線食、車輛、物資和服務 我們不分昼夜 運送物資到各個行動的地點 除了一些可以缺少的裝備 例如防暴頭盔、盾牌、手套等等 我們亦都特別採透了六百多種特別的用品 例如張霍、余家鄭、透明交易衣、保暖支和各種的藥物 去支援大家在前線執行任務 另外為了補償大家長時間的工作 警隊影響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發覺如是工作進天 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大型公眾活動 警隊會增加兩個機動部隊的大隊 和一些後勤支援人員 一共有四百四十二個職位 我們亦了預留足夠的資源 添置你們所需的器材和裝備 例如報章廣泛報道的三輛人群管理特別用頭車 募求加強前線人員的應變能力 去處理重大保安和群眾活動 另外我們亦都會改善機動部隊總部的訓言設施 我深信你們都能夠以尊嚴勇敢和克制的態度 公正無私地執行任務 在大家處理大型公眾活動的時候 雖然你們是不會面對巨大的壓力 但我希望大家都記得 警隊的心理伏播歌 為你們隔身訂造了一些心理裝備感浪的四個要點 第一大家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作出適時的調節 第二大家要肯定自己和同僚的付出價值和福建 大家又要知己知己 和保持團隊的溝通 信任和合契 第四大家要避免情緒壓力 專業地去回應挑釁 後面高的 後面高的